您现在呢,大家好,我是三级二级课程的学员杨凤全 现在呢,由我来分享一下最近三级课程中的收获 我记得第一天呢,就是开始上的是圆满课 师父让我们写下心理六层已久的所有的痛点 让你左右为难的事情,全部写下来 而且是闭着眼写 我就听话照做吧,这个写这个我倒是不猝头 因为平常也做这个圆满,就是做的就是不到位 做完,老是去不了根儿这个 这个那个,就是听师父的话,我就写 可是写完以后呢,自己都不认识 写的就是呢,尤其是单位的事 单位因为说我回来,因为这个三级课程回来 在这个,这个时候单位正忙,嗯,他正想交工 就要完工,要撤,要撤场了 可是我不能管,我就上课,我就记这头 回来我就租房,就上课了,上课这个事是有 但是我给师父,我把这个事给写出来了 一个是单位的事,一个是从小开始对金钱的这个不圆满 写个事情,心里留存已久的,我都给他写出来了 没想到,写完了以后啊,这课程一过,我就,这个心里就没事了 这事我想就是师父把我们做了圆满了 就这一次,就写完这一次,就心里这事就放下了 这是一个事,再一个又第二天,第三天开始做这个,这个点话 第一天,嗯,没什么感觉,就第二天,第三天做这个,这个 收出来个点话的时候,感觉是跟平时不一样 这个点话就感觉,感觉这个后背,后背的这个 发热,这是一个事,一个是后背发热 再一个就是脖颈和这两侧,这一块的这个肌肉 它跳动,就感觉的是特别的舒服 这个特别明显,因为是没这个点话的时候 开了空调嘛,还感觉有点凉 一到点话的时候,就感觉后背这个热量就 就很快就上了 我感觉就是这个,就是师傅在 给我们打通这个昆达里尼能量嘛 嗯,给我们再疏通 经络给我们打通了 他说,这感觉特别舒服,特别稀的一个事 再就还有一个事就是,嗯 这次租房租的有点急 就是有点贵,有点贵就上了就前天嘛 感觉又三天了,感觉有点压力 这个二十多天也两千多块钱了 回来我就,怎么办呢 我想出去,还得租房去 找个便宜点的 可是便宜点的,又怕这个环境不好影响学习 我就不就看正好这个生活在开悟的智慧中 这本书,我就对着师傅的像 我就说了,我说师傅 我说我,现在这个租房有压力 我说您也知道,我想出去租房去 但是租房便宜,我又怕影响我学习 所以请你帮我解决一下 是不是想要不就给我钱,我就直说 跟他说了呢,可是心里就是有压力 这是头天晚上说的 等转天上午上课 上课就准备下午去出去再重租房 这是一个事 可是在这个11点吧,上午11点就来信息了 这个信息是以前有个同事 在我手里借走几百块钱 他借的钱,借的钱 他答应说两个月,两个月以后还 可是现在借了有半个月吧 他主动的微信给我打过来了 打过来,当时我也没考虑那么多 就几百块钱,钱不多 当时是有那么个事 就是回来 可是我就没考虑这个师傅 给我想花钱 我就不应该出去租房去 可是我下午就出去了 下午也没睡觉 出去租房看房 弄了一下午租完房 就是这个 还不痛快 因为这房不是我想住的那种类型 他一家屋好几个床铺 到时就我自己 那这也影响我学习 干净那个环境也不行 可是我就搬完了 我就回想这个事 回想这个事 就是我给师傅要钱了 师傅 我再想师傅是给了我了 这几百块钱 我头天晚上跟师傅说的 转天他这个 我这个同事主动把钱给我打过来了 是有那么回事 所以说这个事经过 因为我跟师傅在上课的时候 就跟师傅就发消息 我叫师傅 我头疼 我头疼 你帮我聊一下我的这个头部 这个 麦克拉萨这个老师 一看见了 看见我发的信息了 就就就问我 怎么了 头疼 白天没睡好 我说没睡 我说出去租房去了 租房去了 因为房太贵 这个麦克老师就给我 我说 他说你 你该花的花 师傅会给你的 他一说这话 我想下来了 想下来就是我 我就跟他说 我就说 给师傅要了 师傅给我了 可是我当时就就 心不细 就就就出了租房了 所以租这个房 还是不行 不行 也因为这个事头疼了 头疼了 在可是经过这个 这个师傅的加持吧 紧接着一天一宿没睡 紧接着又上课 又上完课 我就又搬家 我又搬回来 可是你也没事 你有师傅在吗 搬回来 这是一个事 还有一个事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这个 今天 今天这个死亡冥想 这个死亡冥想 这个完事以后 我就感觉好像有点困似的 我就躺在铺上好像 瞇了一会儿 刚躺在铺上就好像做了个梦似的 这个 什么梦呢 就是躺着好像 这个脚部 常常在脚部 就是脚部 腐烂了 没了 脚没了 紧接着这个腿 腿也腐烂也没了 腿 就是小腿 膝盖大腿 所以这个 还有胳膊 手 这一段一段的 都没了 在这个 这个四肢都去了 以后啊 我这个心里 没有一点痛苦 就是感觉还特别轻松 这个 我觉得现在 我好像就是摆脱了 这个对死亡的恐惧 通过这个死亡冥想课呢 我觉得对死亡冥想 就是对这个死亡 这个概念 我转变了 以前说对死亡都有恐惧 可是今天就没有一点 就是那么一会儿 做完一 做完那么一个梦呢 就是感觉特别喜悦吧 紧接着是一个信息 我信息声音有点大吧 因为就上着课呢 我就停了信息 我就爬起来 我就接着上课 这是一个事 就是 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 这个超能力 显化 有个超能力显化 今天就是 把这个 纸啊 放在手上 让这个纸 浮起来 哎 我呢 就没想让它浮 我就拖着这个纸 我就意念 我就想嘛 那你纸 从右跟给我下来 就就行 因为我拖 我拖得很平衡 拖张纸 我一念 就是想让它 那从 从右边能下来 就行 可是我 我就拖着拖着 可一会儿 它就在右边下来了 下来我说再来一遍 我又把纸放下来 我趁心往左边 放了 放了一会儿呢 你紧接着它又下来了 我看见 我感觉就特别的神奇 我觉得这 这个超能力显化呀 就是特别好 这个 这一项我以后我一定要加强练习 嗯 这个二十一天呢 今天是第四天了 我以后呢 肯定是每天 要更加的用功 上师父的课 我感觉是一种享受 我感觉二十一天就是少了 你再多上些天才好 特别的好 感觉就师父说的话 听着心里就舒服 人呢就是 每个人呢 都是业力不同吧 师父教给我们的是方法 教给我们怎么样去除业力 怎么样化觉业力 在因为在这个几天课程中 我感觉最好的是什么呢 烦恼少了 因为很忙嘛 始终基本是 这一天一宿 基本多一半的时间都在课程里边 因为在课程里边呢 它就没有别的事了 这事少了 你烦恼就少了 因为你心里装的都是正念 有那么一句话说 你心里喜悦多了 痛苦就少了 对吗 正念多了 恶念就少了 所以人就 我感觉就是 那么回事 所以说呢 我一 请所有的说 这个三级课程学员呢 都珍惜这次机会 把这21天充分的利用好 做好笔记 到以后我们拿出来 再重新的再翻一遍 都是特别的有好处 好 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 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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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选择